今天这盘棋给大家带来的是全优惠个人专业组最后的决赛是由红方玉面神佛蒋川对阵黑方鼠山少侠郑维同 开局蒋川选择中炮 黑方跳马 红方跳马 黑方出狙 蒋川也选择出狙 郑维同马尔进三 红方这里选择七兵七裂 黑方挺足之后 红方过河狙 这里黑方平炮对狙 双方开局迅速布阵成了中炮过河狙对平鸿马平炮对狙的一个常见阵型 蒋川开局有备而来 直接选择了五六炮 郑维同也是怕红方蒋川这个棋有非常好的一个准备 所以他没有选择最为流行的狙一平二或者是狙八进五 那他对于自己的布局研究采取了一个非常犀利的布局飞刀 先走平炮打局 然后再选择炮二进四 这个棋是非常考验蒋川了 走到这里 红方显然是不能轻易进居捉马 如果看起来捉马是一个先手 但黑方有一个炮打兵的好奇 黑方炮打兵之后 打着红方的底向 红方这个棋肯定是不能放弃底向 否则黑方这边四子归边 压力非常之大 所以红方这里必须要先防一手 那么防一手之后 黑方再选择补向 这样的话 红方就一无所获 将来这个狙还要被迫逃走 所以说这个棋走到这 红方不能选择禁狙 那么如果选择狙四进二就更加的不好了 黑方有一个对狙的棋 所以说这里红方进一还是进二都是不理想的 蒋川实战选择兵武进一是非常正确的好奇 不让黑方的炮准备去打兵 那么黑方接走一步足迹禁一 看来郑维同对这个布局还是非常的训练有素 有很深的一个研究 采取这样的布局飞刀 蒋川实战当中耗费了不少的时间 下个这个局面下 蒋川实战选择拱掉 应该说是不是特别理想的下法 这样让黑方进居占领兵线 红方陷入比较尴尬的一个境地 那么这个棋在这个局面下 正确的选择应该选择进居 那么由于红方的中兵挺起来了 黑方已经不能打兵 那现在红方进居抓马就是一个绝对的先手了 那黑方这里也只能先逃一逃 那么如果说红方选择吃马 这边黑方也是有比较犀利的一个攻势 所以说红方比较好的下法 就直接把这个足先吃掉 否则对方这边的攻势也是相当猛烈 红方这样吃掉还是比较稳健 这样黑方再补一个相 红方再正常跳一跳马 如果黑方上市抓鞠 红方的鞠就退到这个位置 这个变化的好处 就是说黑方的马被迫跳到上面之后 挡住了黑方的鞠 黑方的鞠不能轻易的点过来发挥作用 这样黑方的攻势就被化解了 应该说这个局面下 红方这样选择是非常理想的一个下法 但实战当中 蒋川估计也是很久没有摆过这个棋了 他选择了兵三进一吃掉 这样被黑方进鞠点上来 黑方就有了反线的意思了 红方这个时候再选择进鞠就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黑方可以正常飞起来 你现在不敢吃马 如果吃马 黑方有一个平炮打鞠打相的棋 如果红方躲开 黑方打相一将军 再简单把一路鞠出来 虽然说这个棋红方多一个子 但黑方双鞠双炮的威胁非常巨大 这个棋 红方肯定是得不偿失 黑方的攻势猛烈 明显占优 所以说这个局面下 蒋川特大已经是不能再选择进鞠了 所以说就选择先跳马 这个也是正确的好棋 黑方补向 蒋川选择补试 顾防 黑方也补试 双方这一阵 先把自己的阵型补后之后 红方现在开始发动进攻 应该说这个局面下 红方最为理想的下法 是选择兵武进一 那么如果一旦走出兵武进一这步棋 黑方还是不好防守的 应该说还是红方占一些优势 这个棋实战当中 郑维桐走了马鞠 蒋川走了马鞠进六 就不是特别的理想 那么如果选择兵武进一 我们来看一下好处是什么 这里黑方 首先你是不能拱掉我 如果你黑方拱我 红方我有一个进军吃炮 而且要打向的棋 黑方立刻就要不好下了 那么你现在不敢吃我 如果你选择快速出狙 红方这里有一个平兵打狙的妙手 你只能吃掉 这样我红方还是有一个进军吃炮 而且要打向的棋 这个棋 黑方是要非常危险 所以说这个局面下 应该说红方最为理想的下法 就是兵武进一 直接冲过去 给黑方的压力是最大的 但实战当中 蒋川这里选择马迹进六 显得有些冒进 因为这里黑方有一个炮打兵的 吃 直接打过来 打马打向 红方面临压力 蒋川实战选择兵武进一 也是不错的选择 这样拱过去之后 黑方不能轻易去打向 吃 如果现在贪吃底向 被红方的中兵杀过去 吃 黑方是比较难下的 因为你现在不能踩 否则要丢子 如果选择平炮对攻 那么红方兵撞中向 显然比黑方更快 黑方如果贪恋底线的攻势 红方就可以强行把去垫上 如果黑方想平局 去吃掉红方的底局 那红方这里直接撞掉中势 黑方已经面临绝境 因为你只能舔掉 红方再走马六进五较将 这个棋 黑方就难下了 因为你现在已经是没法防守了 如果选择飞向 红方就踩掉这个马 再选择 炮六进一 那这个棋就已经绝杀了 虽然看起来对方有一个吃马的棋 但红方可以从容的 居四进二 黑方无论怎么下 这个棋都面临绝杀 中国以上的变化 我们看到红方冲中兵之后 依然是有非常强大的攻势 郑维彤也是敏锐的先把中兵吃掉 那蒋川选择马六进七 踩掉这个组 准备再踩黑方的中组 准备加强攻势 郑维彤非常敏锐 看到红方的中路攻势很猛 果断选择炮七平五 直接把中炮架上 形成反向的一个攻击 蒋川特大选择出帅 好奇 出帅之后配合类居 威胁黑方的底线 同时解放自己的中炮 准备炮打中族 下在这个局面下 郑维彤选择居一平四 快速出动自己的一路居 局面进行到此 双方依然是互有顾忌 非常非常惊险的一个局面 应该是这个局面 直接决定两人的胜负 那就在此时此刻 红方应该选择炮打中族 这也是计划当中的一个下法 炮打中族的好处 是直接给黑方施压 也限制了黑方七路马的一个活动 这样下 实际上是完全可以跟黑方去周旋 鹿死谁手 未可知也 那黑方很有可能要选择一个禁局 准备将来去对局 但红方不用害怕 直接选择刺刀剑红 跳马进去准备威胁黑方 黑方如果选择对局 红方就直接对调 吃 黑方杀一将 红方可以平炮 拦住 这个棋看起来好像黑方火力更加强劲 但红方将来G972一步抬局之后 对黑方也有强大的威慑力 配合卧槽马的进攻 这盘棋走到这的话 露死这首未可知也 应该说双方还有一番激战 但在这个局面下 非常的可惜 蒋川在方向上应该说是出现了一些失误 他没有选择炮打中族 而是选择了挺编冰 挺编冰的意思 是想出动自己的九路鞠 但是在如此紧要关头 挺九路兵太过于缓慢 红方的鞠很难快速发动攻势 黑方郑维同看到机会来了 果断选择进鞠 先把鞠点到兵线 准备随时助攻 蒋川特大 这里并没有去加快防守 迷途之反 而是选择继续冲边兵 应该说本盘棋就葬送他在两部边兵 在如此紧张的情况下 大家大子在拼命进攻 那么蒋川红方这个边兵的连拱两部 应该说是严重影响了红方的进攻速度 这样黑方可以从容的马迹进八 这个马一旦扑出 踩着鞠带着先手上来 红方压力已经是非常之大 因为黑方的五个大子已经基本就位 实战当中蒋川选择退鞠 那么黑方郑维同 在机会面前非常的果断 一点也不手软 直接马八进九踩进来 继续抢先 准备马九进八 这边较将要抽鞠了 红方没有办法 只能硬头皮先吃掉 吃吃掉之后 黑方并不是选择用鞠去吃马 而是选择鞠八进三 应该说走的是非常的精准 那这个骑下到这儿 红方的马肯定是不能逃了 如果逃马 黑方施向江 再选择简单甩鞠 这边马上即将形成双鞠错 也可以考虑先进炮一将 红方只能电炮 再选择甩鞠 这样让红方的马 也失去这边炮的掩护 红方这个骑走到这儿 已经是必败无遗 所以说红方在当前局面下 不能去逃马了 红方没有走平局 而是先走一个炮打中族 吃 先走的炮打中族 炮打中族这边叫一下杀 那郑维同 杀底将一将军 然后再选择一个马三进武 是这样一个次选 那么是先上马 防住红方杀底式的铁门酸 这一步骑 已经是化解了红方所有的攻势了 这个骑走到这儿 红方其实已经是不行了 实战当中 红方这个时候走鞠九平八 黑方退居一将 再选择杀掉鞭马 那形成的直杀无解 下部骑黑方 居下底线 红方无论如何也无法防守了 走到这儿 蒋川就投资任赴 向对手表示祝贺 祝贺郑维同 获得本届全运会的个人专业组的冠军 我们也恭喜郑维同 这盘棋是双方的加赛 蒋川走一些失误 也是完全可以理解 在加赛当中 就看谁能够扫犯错误 把握住机会 最终还是郑维同笑到了最后 好各位奇迷 这盘精彩对局我们就给大家交到这里 我们下一讲再见